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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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就是一起来唱歌给大家听了 比赛是其次 对不对 关键是用音乐来碰撞出美丽的火花 对不对 也期待一下了 既然两位都那么熟了 那我们也不说过多的这个一美之词 接下来第一轮对战马上开始 第一轮 我没关系放松一下 稍微聊一下好了 金石跟小敏都是第二次来到 我十个手谁来踢馆的舞台 对不对 跟第一次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觉得能多唱几首歌还蛮开心的 然后希望今天带来的三首歌 因为都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唱 他比赛的舞台上唱 真的 我们这么有耳福啊 而且今天呢 跟两位汇报一下 两位也知道在彩排的时候 是跟我们的乐队老师来合奏 对 来合作 会更不一样 对不对 没错 那现场感会更容易投入 是 然后唱起歌来会更有感觉 所以在这里也要谢谢我们的 优秀的乐队老师 谢谢 老师们辛苦了 还是要跟他说是抱歉 这几天分别不好 然后脸过去 几种的音符都一样 第一次见面 当时我就知道 如果他没有踢进人气八强 那么我一定会推荐他成为实力前八 他的能量不容置疑 他是歌手矜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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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他對我的認可 我對自己唱歌這件事情算是 當然是比較自信的 實力八強怎麼練應該給我吧 光的腳丫是讓我得到放鬆 然後聲音可以自如一些 唱得自如一些 黃小平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小女生很漂亮 你有什麼樣的經歷 就會有什麼樣的歌聲 所以我的歌聲跟他的歌聲 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就好像一個芭比娃娃 跟性感女郎大家會選誰 我其實是選了四首歌 給到偉文老師 然後因為我決定不下來 結果他幫我選定了三首歌 分別是她 她 她 半途而廢 然後另外一首是我一定要唱的 一首英文歌 很經典的英文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在讀初中的時候 鄰居家的姐姐在放這首歌的磁彈 然後我一聽 天啊 怎麼會有這麼好聽的歌 我在當歌手的這幾年 我每個階段都會去演唱 練習這首歌 這三首歌對我來講 都還有意義 有挑戰 踢完衝刺中 我將會用發自內心最真誠的音樂 打動你們 征服你們 我是歌手 金池 接下來要演唱的這第一首歌 是2015年 我跟另外兩位好朋友 譚維維跟魏雪曼 一起製作了一首紀念我們成長經歷的一首歌 同時也送給全天下的女性朋友 因為它是一首關於女性的成長的歌 她 她 她 送給大家 金燒 金燒 最愛 金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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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愛 金燒 hey 嘿 那個是你嗎 武裝過的自己 坐在對面的燈下 嘿 我離開那裡了 嘗過的一些苦 它沒有讓我卻步 嘿 我走過來了 並且很肯定的 要比從前更勇敢了 這千萬個它裡面的它 也試過要說服自己 翻一夜翻過去就放下 這麼說我想你懂嗎 這千萬個它裡面的它 擁抱過不完美的它 更明白想要的是什麼 這麼說你懂嗎 嘿 你看這些年的我啊 心眼柔軟的 起了很多的變化 嘿 就像回應找到山谷 我還在找 帶我往前去 嘿 那些痴痴不肯 原諒的啊 這千萬個它裡面的它 都想要跟它們很切啊 這千萬個它裡面的它 也試過要說服自己 翻一夜翻過去就放下 這麼說我想你懂嗎 這千萬個它裡面的它 擁抱過不完美的它 擁抱過不完美的它 更明白想要的是什麼 這麼說我想你懂嗎 要防愛搜尋突然 etyrr 飢餓的它 screen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 也是我要说服自己 翻页翻过去就放下 这么说我想你懂吗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 拥抱我不完美的他 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 这千万说我想你 我想你懂的 嘿 我看见你走过来了 嘿 你也跟从前说再见了 嘿 朝着想去的地方去吧 你是千万个他里面 唯一的他 谢谢 谢谢 我们三个女人是维魏跟雪曼 我们三个女人各自的成长 就好像第一句 我唱的第一句是说 对曾经受过的那些苦 并没有让我受伤 其实就是作词人王海涛 然后通过跟我们三个人聊天 各自的经历之后写出来的一些歌词 其实我相信每个女性朋友 听到这首歌 她多多少少都会验证到自己的一些成长 有一些感触 对对 那现在心态上跟几年前的矜持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现在的你更偏向 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我的 我觉得 因为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强大 谢谢 谢谢 粉丝都感动了 真的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不知道心里面哽咽些什么 就是觉得好像我想的你都懂 你都在歌里面唱给我们听 这么说你懂吗 其实就是说给全天下的女生朋友 其实每个人 女性的成长 其实一直都没有被大家 就是拿出来分享 那我们三个做这首歌 其实就是为了 分享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 给所有的全天下的女性朋友 不管你什么时候的矜持 我们一直都在你身边 我们跟你一起成长好不好 谢谢 谢谢金曲姐姐 那就是要请下我们的小敏 来 一首从来没有唱过的歌 半途而废 为什么 就是其实我选这首歌也挣扎了很久 这首歌其实算是KTV里面 我会点的歌 但是不是大家所认识的金池 会唱的歌 这个这么特别 对对对 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就当作是一次试验吧 做一次小试验 看大家喜不喜欢我这样的金池 金池唱什么我们都喜欢 对不对 对 好 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 谢谢 有请金池带来这首半途而废 有请 加油 对 这首半途而废 希望今天在这里演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大家会喜欢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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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通通快快的哭个狗 要不跟随生地特许 别再哭哭 不押忆心裡的痛 痛 渾渾的愛我又算什麼 貪圖快樂等於墮落 你說一生不是為愛而活 別痛在藉口 到最後半段路 忙碌碌碌碌碌 辛苦不知為什麼 半途而配 你無所謂 少了自由怎能排過天空 真是自作自修的淚 半途而配 你無所謂 半顧斷了退度 還等什麼辛苦 你永遠哭 要不痛痛快快的哭個歌 要不乾脆想到底的舞 別再苦苦壓抑心裡的痛 啊 痛 渾渾的愛我又算什麼 貪圖快樂等於墮落 你說一生不是為愛而活 別躺在藉口 到最後半半段路 忙碌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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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苦苦不知為了什麼 半途而配 你無所謂 少了自由怎能害過天空 真是自作自修自來 半途而配 你無所謂 你無所謂 滿途而配 你無所謂 少了自由怎能害過天空 真是自尊自首自恋 半途而回 你无所谓 一一一一不半途 断了队路 还疼什么幸福 你又何必 第二首歌演唱完了 又有一种汉唱淋淋 聊了一场的感觉 是不是 这个对我来讲 就是在唱法上面 会比较有不一样的东西 我每次最享受 就是歌手在舞台上唱歌 然后我在那个小屏幕看反送 然后就跟你们一起唱 特别嗨 是不是特别丑 因为我通常就是 顾着唱歌的时候 我不会顾着面部表情 就特别投入嘛 对对对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 金氏姐这两天 就是特别辛苦嘛 周车劳顿的 而且就一直要 就是熬夜的排歌 所以呢 皮肤状况就是 有一点点过敏了 现在还好一点了没有 倒不是因为熬夜 就是最近那个 身体的免疫系统出问题 然后又是鼻炎 又是咽喉炎 又是皮肤过敏 可能就是水腻腻到不行的那种 没事 今天我们结束了比赛好好休息 睡得个三天三夜 好 走 谢谢金氏姐姐 然后再来请向我们的金氏姐姐 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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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得了 金氏姐姐真的特别实诚 刚才那个我们都非常焦急的 然后非常紧张的 看着这个屏幕上的这个分贝值 一直滚动的时候 他在那边 在那边练自己的这个发声 还有这个唇齿的力度 对不对 没有 因为最近 嗓子状态一直都没有特别好 所以必须人为的让它热起来 就热嗓 那大家学过声乐的人都知道 就唱歌之前一定 就像运动员一定要热身 唱歌之前一定要热嗓 对 都这么专业了 人家还没有忘记基本功 看来我要回去 嗯 练绕口令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 留给金氏姐姐带来这首 我们都非常期待的英文歌 有请 加油 好 金氏加油 今天 唱这首歌的意义 跟11月13号 在演唱会上唱的 这首歌的意义 又比较不一样 因为 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合 无论是比赛也好 还是说 只是我个人的一个 演唱的一个舞台也好 嗯 它都变得特别的 不一样 然后呢 我要把这首歌 送给我的金粉世家们 我的歌迷朋友们 嗯 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跟鼓励 然后不离不弃 嗯 同时也送给 在台下的另一位 就是我的先生 我的孙叔叔 他今天来到现场 哎在后面 这个 一首好听的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送给大家 加油 金城 acrylic 我马上 不知 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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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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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